韓國瑜高雄戒嚴了嗎 交通局最近有一個訊息出來 禁止罷韓團體採購公車廣告 禁止喔 他去威脅這些公車業者 這些廣告代理上 是警察局督察組 寄給各分局 寄給各個警察單位 在高雄市很清楚的說 只要超過三個人在街頭 他就要抓我們 教育局跟民政局聯手打壓 不讓國小甚至非公務機關的這個場域 不能夠設投開票所 降低我們投開票所 造成人民投票的不變 高雄現在幹嘛 現在高雄在封城 我們在封民主之城 高雄搞戒嚴 一個市長濫用他的地方自治權 竟然在對抗憲法不予人民的公民權 韓國瑜這個貪戀權力的政客 濫用權力 過去選舉可以 為什麼罷免不行 他在封民主的套路 有一些人 這麼多的地方 也有人在封民主的地方 封民主的地方 他就有多人